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王一博代言再度续签,为街舞的回归,释放出信号 勇闯天涯的冠名商是街舞节目的赞助商之一 他们与王一博再次续约了,这是否传递了某种信号呢? 街舞的第六季中,王一博回归的可能性相当高 许多人说,这次街舞节目引领了亚洲的街舞风潮 随着杭州亚运会的举行,许多街舞大神齐聚一堂 这是新老一代的对街舞传承,充满了期待 目前网络上关于街舞第六季队长的各种传言 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自然不值得相信 毕竟,还没有正式确定,一切都需要等待官方宣布 然而,街舞的粉丝年性很高,特别是关于王一博是否回归的问题 成为了许多人议论的焦点 喜欢王一博跳舞的人,自然期待他的回归 这个舞台是他的领域,他以自己的专业水准推动了街舞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人们重新认识了王一博 我们都知道,王一博这次的续约意义重大 从他参加第三季节目时,冠名商永闯天涯的老总就决定要签下他 结果不仅助燃了街舞热潮,还为永闯天涯带来了更多关注 这次的再次续约意味着王一博的回归又增加了一些确定性 毕竟他是冠名商的代言人,不出现肯定说不过去 作为招商小财主,王一博可是业界公认的小金珠 众说纷纭,我们之需等待结果 很多人都是为了王一博而来的 这个男孩跳舞具有魅力 他对街舞的专业解读和科普让许多人了解了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 看到了中国元素的融入,看到了街舞丰富多彩的表达 还看到了王一博在各种舞蹈形式上的尝试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积极参与其中,享受街舞带来的乐趣 除此之外,街舞圈不少人用不同的方式支持王一博 随着王一博电影的上映,街舞总导演陆伟曾包场支持 而最近举行的品牌见面会上,甚至邀请到廖博主持 这些消息都在向外界传递 王一博回归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按照正常进度,王一博的日程已经排得满满当当 乐华演唱会已经宣布,定于7月25日举行 同时,电影热烈也将于7月28日上映 王一博会配合电影的录演活动 而下个月似乎还要进组拍摄电影 整体来看,他的行程将非常紧张 许多网友反映,街舞节目的录制通常是通宵达旦的 对王一博来说,熬夜是家常便饭,相当辛苦 特别是去年的第五季,整个人在拍摄热烈 还要兼顾街舞的录制,肉眼可见的销售 整个人的状态也疲惫不少 这次呢,同样的情况,甚至会更紧凑 所以才会有不少人猜测,他参与的可能性不算大 不过这次品牌代言的续签,这种资本利益下 节目组也需要经费的支持 王一博是他们招商的重点,自然增加了回归的可能性 总之,无论回归与否,我们期待着王一博的舞台 好久没见他跳舞了,真的挺期待他的大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